第十題 他在0到9秒內所走的路徑長為多少公尺 我們知道路徑長就是要算 實際上所走過的每一個距離都要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看到圖上顯示 他從0秒到1秒 他總共從0走到7 所以走了7公尺 接下來呢 從1到3秒呢 他沒有動走了0 然後呢 從3秒鐘到4秒鐘 從7走到5 所以走了2公尺 不需要加負號 因為呢 我們的路徑長是管他實際上所走過的距離 不用管方向 然後呢 從4秒鐘到6秒鐘 也是走0公尺 接著從6秒鐘到7秒鐘 回頭走了1公尺 接下來呢 從7秒到8秒呢 也是走0公尺 最後到8秒到9秒呢 從4走回0 又走了4公尺 所以他們所總共走過的路徑長呢 應該是7 加2 加1 加4 也就是走了14公尺 所以第10題問我們說 他在0到9秒內所走路徑長為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租14公尺 我請問他可以做出的路徑長 final呢 那種旅門的路徑長 你也請問他在6秒內所走路徑長嗎 我請問他在7秒內所走路徑長的路徑長 感谢观看